花莲被列为了疫情高风险区 各乡镇市的大型活动 除了顺与言或是停办之外 地方建设的工程也受到了影响 光复乡目前正在进行的 马佛以及香草厂两处部落聚会所工程 乡长林清水也忧心会受到影响 特别来到工区关切施工的进度 希望整个工程都能够如期的来完成 因与非非时冷的天气施工人员 忙着进行今天焊接刚住的工作 按部就班 兼顾安全牢固之余 施工进度也能顺利进行 国内疫情连三天确诊个案都破迁 花莲也是每天以破百的速度在增加 也列为疫情高风险区 各乡镇市大大小小的活动也紧急喊咖或延期之外 地方建设工程是否也会受到波及 也被受相亲民众的关切 我们这两个机会所加小到接近三千万左右 今年度圆明会给我们两个机会所 一个是马佛机会所 一个是相当机会所 我们就顺利发包完成了 然后现在马佛可能在五六分就完成了 然后相当厂比较慢了 目前虽然物价上涨还是疫情关系 我们都很顺利地进行这两个很重要的机会所 除了新办公大楼之外 目前圆明会亦住相公所三千多万元 分别进行马佛以及香草场 两个部落聚会所的工程 除了马佛部落聚会所即将在五月完工 今年族人渴望能在新的聚会所内 办理一离信之外 锦丁香草场部落聚会所工程进度的 乡长林清水表示 虽然整个工程都在预定的进度内 但若要赶在今年八月份一离信前完成 相公所与施工厂商还得再拼拼看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